这几天气温越来越低 你们是不是都做好穿秋衣秋裤的准备呢 但是在绝密者的最新路透照里 郑爽却依然美丽动人 她穿着流苏裙配黑色大衣 戴着长手套 虽说整个人被动得蜷缩在一起 但依然坚强地露出光溜溜的麻干细腿 格外抢劲 除了小细腿 这次爽妹子还有了冷艳大红唇的加持 看上去比以往的复古小清新造型 要娇艳明媚许多 再加上这时而灵俐 时而微笑 又时而忧郁的小表情 更是让瓜友们充满了期待 当然许多迷妹在忙着舔平的同时 还被爽妹子的大红唇种草了 纷纷在评论里问爽妹子的口红 到底是什么色号 发个路透照都能猝不及防塞安利 看来爽妹子也要变身带货达人 让不少迷妹陷入剁手狂欢了 当你双十一的包裹还没收齐的时候 李小鹿可是跟闺蜜又跑去香港 逛街买买买了 昨天鹿姐的闺蜜王若雪 晒出他们一起逛街的照片 两位大美女默契地穿着白色系姐妹装 鹿姐长发披肩 白色T恤配牛仔短裤 对没错 你还在北方寒风中瑟瑟发抖 鹿姐已经在香港玩起下衣失踪 露出细长眉锤 光是背影就可以迷死人 开朗大方的鹿姐 总是爱跟朋友在一起玩闹 在最近播出的青春旅社里 她的发小长远 还差点爆出她小学初恋的名字 小学就有了初恋 鹿姐有点溜啊 包括最后在威胁之下 长远还是没有完成这个爆料 否则亮哥可能就要提一刀赶来了 跟朋友之间相处 可以尽情放飞自我 不过鹿姐在拍时尚大片时 还是超级女神范儿的 在最近曝光的视频里 她披着一头凌乱的卷发 在室内打电话倾诉自己的少女心事 鹿姐的原生独白太抓人了 特别是她在浴室里打电话那段 简直性感满分 可以跟美露露包电话粥 该是多么幸福的事情 所长真希望视频里 电话那头的人是自己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